朱日大使謝長廷不但在臉書上 PO出鳳梨世家的各種美味吃法 還特別參加新品發表會 向日本媒體推廣 來自台灣的鳳梨世家 對鳳梨世家的好滋味 讚不絕口 更早來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 以及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錄製影片跨海幫忙掛播鏡 臺灣出產的鳳梨世家不但甜度高 品質好又含有豐富營養 每年十二月到隔年四月是盛產期 首次用冷凍方式進軍海外 第一站選擇日本 就是為了展現臺日友好 稱之中特別感謝日方力挺臺灣農民 隨著蔡政府開放日本福島 五線的食品進口 不合理的貿易障礙被取消後 未來臺日雙方的經貿活動 勢必更加活絡 這新聞理事前李敏佳採訪報導